刚刚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个垄断企业的收益变化规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成本和收益结合在一起来看 一个垄断企业如何确定产量 把产量确定在利润最大化的水平上 对一个垄断企业来说 其实和所有的企业一样 它要想获得最大利润 它的产量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你的新增收益和新增成本相等 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成立的 我们任何一个角色它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收益 这个角色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成本两者应该相等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角色 对于垄断企业而言 所谓新增收益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编辑收益 新增成本是我们在前面说到的编辑成本 所以垄断企业要把它的产量确定在 该产量带来的编辑收益 和该产量带来的编辑成本两者相等的位置 这个时候利润是最大的 为什么利润最大 我们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来证明 我们也可以直观的来理解 那么直观的理解方式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上一讲 在竞争市场里面我们是怎么讨论的 事实上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忽略掉直观的解释 对比一下在竞争市场条件下 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产量确定条件是什么呢 是价格等于编辑成本 那是不是这两个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上面有根本的区别呢 没有根本的区别 他们都遵循新增收益和新增成本相等 也就是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相等 但是在竞争条件下 它的价格就是编辑收益 所以竞争企业价格必须等于编辑成本 可是在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完全垄断的条件下 它的编辑收益是低于价格的 所以垄断企业不能够再让价格和编辑成本相等 它要遵循的是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相等 所以这是他们的非常本质的区别 这样我们可以归纳一下 完全垄断企业 它怎么确定产量和价格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个头里面 有平均成本曲线 编辑成本曲线 他们都是U型的 同时我们知道 编辑成本从这个平均成本的最低端穿过 然后在这个头里面 我们把市场因素也考虑下来了 市场需求也就是对厂商的需求 因为只有一家企业 这个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那么在它的下方是我们看到的编辑收益曲线 所以对一个垄断企业而言 它要确定产量就是在编辑成本和编辑收益相等的位置 在头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是1点 1点所代表的产量是在哪呢 在QM的位置 它的产量应该在QM的位置 一个企业生产产量是希望获得最大收入最大利润的 那么它能够在QM的产量上能够获得的最大价格 能够得到的最大价格 在需求曲线上的R点 这样的话它的价格就是PM浓达价格 给定价格是PM 它的生产量在QM的位置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企业有没有利润呢 在我们所给的这个头里面 取的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有利润的 产量在QM的位置的时候 平均成本在这个平均成本曲线上的 我们看到是在这个C点上面 也就是在A点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产量是QM的时候 那么它的总成本是A C QM O 这四点为成的面积 O就是它的原点 那么它的收益 收益是PM R QM O 由这四个点为成的一个面积 很明显它的收益面积大于成本面积 那么中间多出的一块 也就是了PM R C A 这个面积 这个是它的利润 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 当然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利润的 但是也不排除 在某些短期时候 有可能没有利润的 只是我们这个地方举的一个例子 是假设它有利润的 对于这个企业的决策 垄断企业的决策 我们还可以用数学的方式 简单的描述一下 这个企业的决策是什么呢 是寻求利润最大 那么这个利润用公式来描述 就是π等于tr减去tc π是利润 tr是总收益 tc是总成本 那么它要做到的就是 寻求一个产量 q使得tr减去tc最大化 最大化的条件 我们求极值 求最大值 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阶条件 必要条件应该是呢 π对销售量的导数 dπ除以dq等于0 那么怎样才能使得 π对销售量的导数为0呢 那么求解出来就是呢 tr对q的导数 减去tc对q的导数 两者相减应该等于0 那么这个数学的含义 tr对q的导数 其实就是编辑收益 tc对q的导数 就是编辑成本 所以这样证明出来的结果是 mr减mc必须等于0 也就是说 mr必须等于mc 那么这一块数学证明 感兴趣的同学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为什么必须满足 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关于垄断企业 其实和所有企业都一样的 它的利润这段化的条件 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我们还想特别的提出一点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从这个头里面我们看到 好像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从道理上说 有可能是在两点上的 比方说我们这儿看到的一点 但是如果这个虚实曲线 比较平缓 相对的编辑收益曲线 也比较平缓 而这个编辑成本曲线 比较的陡峭的话 先下降 然后再上升 非常的弯折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焦点 有可能是在两个点上 那么这就意味着 两个地方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相等 但是呢 只有在右边的部分 在这个编辑成本上升的部分 在这儿相等的时候 它的利润才是最大的 那么在左边如果相等的话 它的利润 可能是恰好是最小 是亏损最大的 这个图 更清晰地表现了 垄单企业 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 它有需求曲线 有编辑收益曲线 还有平均成本曲线 只是在这个头里面 我们非常简单地假设 编辑成本曲线 是向右上方延伸的 我们没有把下降部分 给汇制出来 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图 它的最大利润的产量和价格 在什么位置 这样我们了解了 一个垄单企业 它如何做出决策 至于这个企业有没有利润呢 我们知道竞争企业在短期内 可能有利润 也可能是亏损的 而且在亏损的时候 它还有可能不得不承受亏损 继续一页 那么垄断企业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说垄断企业在长期 它是至少收支相抵 但是更多情形下 它是有垄断利润的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自来手公司 如果没有监管的话 或者媒体公司 或者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绝对是有超额利润的 那么在短期内呢 在短期内 事实上它和竞争企业一样 四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 超额利润 收支相抵 有亏损 但是得继续一页 或者是亏损太多 短期内我也停止一页 对垄断企业 短期的情形 有利润还是亏损的情形 跟竞争企业 事实上是一样的 完全垄断的企业 它是按照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相等的原则 来确定产量和价格 来获得最大利润的 它之所以能够有最大利润 就是因为它有垄断力量 有市场支配地位 那我们能不能够测定一个垄断企业 它的市场力量 市场势力有多大呢 虽然同样是一个企业 但是有些一个企业 它的市场势力可能小一些 比方说邮政行业 它的市场势力可能不这么大 但另外一些企业 电力公司 那么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呢 显然是非常大的 那到底怎么测定呢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 垄断市场下的企业 它的定价条件 利润最大化条件 和竞争市场下的企业 它的利润最大化条件 把两者相比较 来说明市场势力怎么测斗 在垄断条件下 它必须满足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但是我们知道 价格是大于编辑收益的 而在竞争条件下 它也要满足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但是竞争条件下的价格 和编辑收益是相等的 所以竞争条件下 实际上是要满足 价格等于编辑成本 所以仅仅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垄断企业的垄断势力 可以通过 它所适施势力以后 适施垄断力量以后 它获得的价格超过 编辑成本的部分 通过这个差额 来反映它的垄断势力 这个差额越大 垄断势力就越大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差额到底等于什么呢 怎么衡量这个差额 也就是P减去MC 这个差额呢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 相等这个条件来看 价格减去编辑成本 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 那我们知道 根据收益的计算公式 R等于P乘以Q 它们都是Q的函数 是销数量的函数 如果我们要计算 编辑收益的话 R对Q求导数 那这也就意味着 是PQ乘以Q 对Q求导数 按照求导数的规则 我们可以算出来 MR等于P 再加上 DP除以DQ乘以Q 有两个部分构成 其实我们前面呢 已经学习过 把这个公式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最终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呢 编辑收益是等于 价格乘以 一加上 需求弹性的倒数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MR等于P乘以 括号一加上 一分之一括号 因此根据这个公式 在根据 厂商必须满足 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MR必须等于MC 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 P减去MC 除以P 等于负一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价格超过编辑成本的部分 在编辑成本中 所占的份额 是由需求的价格弹性决定的 那么记住一点 在这个公式里面 一是它的原始数字 它有符号的 所以前面再加上一个负号 事实上 这个等式的右边 它是一个正数 这也就说明 如果弹性系数越大 它的绝对值越小的话 那么它的垄断势力就会越大 非常简单 如果弹性的绝对值越小 消费者对价格的变化 不能够做出适当的抵抗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价格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厂商是有市场影响力 是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 来提高价格的 那么反过来 如果弹性系数一比较小 或者说它的绝对值 也就是了负一 是比较大的话 这就意味着 它的价格超过编辑成本的部分 相对来说是要小的 实际上直观上我们也能够理解 当消费者非常对价格非常敏感 需求的价格弹性 它的绝对值非常大的时候 一个企业想提高价格 会把更多的消费者会赶走 它的销售量会急剧减少 所以它在定价的时候 价格就不能够高于编辑成本太多 所以我们就用价格超过编辑成本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叫做成本加成定价 这是一个加成的部分 这个加成的部分 价格超过编辑成本的部分 在编辑成本中所占的比重 这就是对市场势力的测度 它取决于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或者直观一点说 一个企业的垄断地位取决于消费者 对价格是否敏感 消费者是否对它的提高价格行为 能够做出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抵制